制冰机怎么会变冷风扇 黄先生说他原本要买的应该是这台主打6分钟出兵 有自动清洗功能甚至还能语音控制 超炫的制冰机就在一夜市网页贩卖 一台只要1488元 没想到下定后货是来了但也傻眼了 对啊很shark啊 就是奇怪就是制冰机怎么变冷风扇傻眼 就是这东西也差太多了吧 那才发现说其实 好像太便宜的东西还是真的不可信啊 后续询问客服没结果 黄先生甚至还被封锁账号 只能转念当买经验 消保官则说明一夜市网站一般来说难找业者申诉 只能联络代收货款公司尝试看看 现在天气好热好热 当然制冰机就会很夯 不过呢市面上都主打说10分钟内就能完成制冰 但真的有可能吗 我们实际来测试一次 制冰机操作很简单 加入冷水后调整要制作的冰块大小 进后几分钟冰块出炉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是制冰完成了 一次是掉出9颗 而时间上就是大约是6分钟 短时间内制冰可达成 以电商业者这一台 日式制冰机来说制冰块以外 有红外线传感技术 缺水或水满自动侦测 业者提醒一般来说一天制冰量15公斤的机台 一到两千买不到 市售的话它的平均价格通常在五千八到七千五百元 这个价格区间是比较合理的 低于四千五百块以下 应该都要再三思考 天热各种制冰相关机器都夯 整体业绩提升三成 选购时得多比较以外 网路购物更是要睁大眼睛 注意每个细节 地别新闻这一章会写的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